彰化西湖镇违规的私仓寮 斗干错长期公然拉客困扰当地的居民 民众也很常跟警方检举 不过就在今天早上宣布正式拆除 挖土机直接从民宅的屋顶开挖 准备把这栋平房移为平地 因为这栋平房不但为鉴 还是一处彰化西湖有名的私仓寮导瓜处 彰化警察不止一次抓到 刀瓜处翁姓负责人 长期雇佣女子坐在巷子 像经过的入人公然拉客 知道是要留一房间 对啊 没够的 一直带民乡来说 走到都不可以 刀瓜处曾经是彰化洪急一时的红灯区 因为一间一间隔开像豆干状 全盛时勤热闹得像夜市 但随着时代变化已经甚没几间 住在附近的居民却十分困扰 常常向警方检举 警方一直以来都有取缔的动作 警方还在去年十月当场抓到性交易行为 今年三月翁姓负责人被判妨害风化后 县府与警察到场强行拆除 断水断电 更以强力的手段 刀瓜处除了有非法营业行为外 还是违章建筑 政府依法拆除现在铁皮屋被移为平地 也成了台湾私藏无化中的历史 欢迎新闻林轩林品星 谢中益章话报道